赞金市高中特区的文武力老师 实际出名的三岁月威嘉 他对着业实验很有兴趣 包括三岁月 事发跟肥子都很有研究 也有登记在在受众的习惯 第一次来 他就定期都会来订一个主题 抗旧各种不同的肥子作品 对秦条和建台诺区 也开放过观念观点 不用回来参观和交流 他希望说将近这六百亿的技术品 都会等到变成欣赏到他们的美类 各种不同的肥子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和时代 因为退休后中有你的幸福和丁守 才让他们在这个空间当时 将近六百亿的肥子和三岁月 都是以为各地的亲手择回来的 因为我本身是从事意识 水墨画的意思是山水创作 我发现到池机上上面有很多的都是有雕刻 还有画画 跟我的那个创作的那个东西里面有关系 所以慢慢的累积累积到现在有几百件 为了让大家可以透过的简单的力量和介绍来分享肥子 以充自己的肥子做分类 每一期不同的主题 特别出色的肥子 让幸福才能一次就了解各种肥子的体系 一直在思考我就把我的瓶器分类做成几个单元 比方说我第一个单元用瓶器腰口为主题的 也有用那个瓶器的造型为主题的 也有用绘画的功能为主题的来作为展示 瓶器品虽然不耐热 但是只要有人分享到互动就是我的 坚持这个环境 王武力总是不用被开放给大家来参观 希望有人可以跟他来作交流 我希望说这些这么有价值的东西提供更多的人来欣赏 所以我就免费的开放给我们县里面的 我们的有兴趣的包括学生也好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大众 你只要有兴趣不用花钱就可以到我这边来欣赏 而且还可以跟我做一个我们的交流探讨 意思的东西就是要推广出去 让我们有一个美感的含量 这间银售中心就位在北港的公方楼 有幸福的民族也能够来烹饪到 去港寻美一种虎子 美类又不会人的故事和提醒 记者 曾怡婷 蔡红博德